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骂了一通 后来我琢磨琢磨 我其实是有点把当年对小说的瞧不上 聊到了电影上 后来我这么一细想 他这个电影 阿诺 情人的导演 或者说他的编剧团队 实际上他们也琢磨过这个事 就是说他回避了一些东西 他把狼图腾尽量的往环保角度上面来转一转 不像原小说 原小说主要讲的是强者为王 我觉得就狼性 什么什么农耕民族是羊 游牧民族是狼 就是这个思想 但是在他的这个电影里 其实也有人说这正是他的浅薄之处 就是说他把它拍成了个环保片 老实讲 大草原的风光 拍狼 拍动物 这个导演是牛的 这个还是从这个角度 他还是值得一看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这个电影 我看的这个当时的 我看前半段的这个感觉 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不能代表我心目中这个阿诺的水平 就是他拍过其他的电影 情人 什么什么的 这个呢 为什么我觉得也不能代表他水平 首先我就觉得 就像当时我认为这个小说有说教味一样 这个电影啊 我觉得也好像有种概念 有种说教的感觉 很概念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是这样 这个 因为这电影快下线了 或者已经下线了 我们再来说 还没下线 快了 马上了 就是大头都过去了 你说了之后咱们再排一排 对 不是 一开始人家 就我老觉得所有的商业行为 我们不要及时的去发表言论 就是以面影响人家的利益 这是我的原则 香港的影评都是这样 对 我就是基本上这事都完了 现在狼图灯基本都尾声了 我们才可以来说说话 就是你如果说好话 你当然早说晚说都没事 但是你说这个中立的话 就我们现在说不是说坏话 说中立的话呢 我就觉得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这电影呢 就是我最后有一个最简单的评语啊 可以复述 我写过博客 那点击量也比较大 就是我说这个狼很好 人一般 这个风景很好 故事一般 说的正好 咱们俩一样 理念貌似很好 表达实在一般 我就是这个感受 这是最简单的这个评论 其他呢 我就说出这个图腾怎么来的 蒙古人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个文物呢 不支持这个狼是蒙古图腾的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说法 对 文物没有啊 没有一件文物有表现狼的 那你有文物得支持 什么叫图腾 图腾首先有图案嘛 没有图案怎么支持 挂一个狼皮筒在风中飘不代表是一个图腾 你挂一个人头在城墙上那叫销手势众 不代表是大家的图腾 是这意思 这个小说啊 从面试以来到现在 已经引发了好几次这个争论啊 我没看过小说 我就不敢说 但是这个作者 他叫姜荣 是吧 实际他这个人叫吕家民 这个人呢 当时出书的时候啊 跟这个出版社有约法三章 就是说不出镜 不采访 不露面 所以他一直呢 也很神秘 但是呢 这个书它引起了历次的争论呢 我看了几乎大部分的各种主要观点 我到今天可以做个结论 就是我看到过的大部分观点 包括学术的倾向于认为 他这个人在小说里啊 虚构了一种图腾 虚构了一种民族的文化 当然他这听说他本人自己出来说 说我都是真的 我当知青 我在内蒙草原 我写的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这咱就不是怎么判断 不是 他看到的事实依据 不代表是这个文化 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图腾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喜欢狼 不代表大家都喜欢他 比如说有人同情恋 不代表所有人都同情恋 就是说这比利格老头 老人不一定是成吉思汗的代言人 对对对 那肯定是 而且这个老头在这个电影里 说的都是那种带有哲理的话 就很生 很生 就说教味很重 对 说的不是很亲切 所以 我不认识那个作者 他认识他太太 他太太 张康康 我也是刚刚知道 张康康是一个 那时候叫三张一王 我们研究的女作家 张欣兴 张杰 张康康 他们是三个主要的女作家 王阿姨 那三张里边呢 张康康是相对来说 比较有可能成为畅销作家的 就是说他相对来说 但是他后来他也他也否认 他说他并不愿意写 畅销的这个作品 我有一点我跟你们一样 我当初看了小说 看了小说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他最后一段论文 那个论文就是你们讲的 这个就是民族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 鲁迅批评中国的国民性嘛 就是见狼显阳相 见阳显狼相 然后就是我们这是农耕民族比较弱 等等等等 我当时也觉得用文学的形式 来表达一个学术的概念 是有天生缺陷的 因为这个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去讨论 张成士他们去做很多研究 但是你要用文学 用个个人的故事 用个人的故事 来表达一个大的社会的结论 局限太大 是会有一个 但电影呢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挺喜欢的 电影我挺喜欢的 电影我挺喜欢的 虽然他还是一贯的 韩三平江志强他们这个制作 但是我听说他们找过李安 找过张一谋 都不敢接受 最后找了这个 这个法国的导演 马爷杨年啊 年出头就放狼啊 把羊咬的都是这样 中国人 虚老师理解的 中国人 而且呢 我再告诉你一句 你也有用心 再告诉你一句理解 电影里有一句话 咱蒙古的历史啊 从来是别人写的 你他里面有一句话吧 这个老人 这个里面也是 你那个狼的这个概念哈 也是汉族人的心理来写蒙古 他他借用蒙古的这东西 实际上他一个原意是批判汉文化的 批判汉文化的 但是到电影的时候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改了 他改了 他改成一个绿色的主题了 环保主题 他不单是环保主题 我觉得他里面一个核心的字 整个电影里面出现的最多的一个是 腾格里 腾格里 腾格里就是天 天这个东西啊 太有意思了 天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呢 平常碰到如果一个非常房子倒了 这个铁路歪了 碰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外国人怎么 Jesus My God 我们中国人怎么说 我的天啊 老天爷 老天爷呢 就是天这个字 在我们的这个文化概念里 它是一个最高的 中国的皇帝啊 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 他叫天皇 他就是天 我们的皇帝叫天子 换句话 历朝历代 集权的最大权力的人 他都要有一个天意在他上面 他的天意最通俗的做法就是说 出去打仗的时候不能风刮掉旗杆啊 或者什么地方挖出一块石头 证明马爷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个对天意的这种琢磨 他这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主题 对 他的天意其实很容易解释 就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人人类对自然未知的力量 就是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所以一旦我们赢了 就说人定胜天 我们一说了 输了 就是天意 你比如日本海啸 那一来 大家看着我 这有天大能耐 堵不住这水 往前涌 是不是 说这是天意 那就得 就得把这毁了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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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讲的这个农耕和 农耕和游牧之间的这个矛盾 这 因为他生存状态不一样 他必然是矛盾 但是说游牧战胜农耕 以他的强大 历史不证明这件事 对 太简单了 历史不证明 历史所有的这个 这个 这个游牧最终都死在 农耕的狡猾之下 我们比他狡猾 我们这个狡猾是中性的 对吧 你蒙古 蒙古那个电人里说了 我看到这句话了 就说我们的历史是汉族人写的 不是他的历史 游牧民族的历史 都是我们写的 他自个儿不写 那我可以说你不写 你就得允许别人写 辽史也是汉人写的 金史也是汉人写的 清史也是汉人写 对不对 你让满族人自己写历史吗 对吧 那我们现在民国以后 开始修清史 那也是基本上都是 以汉人为主去写 所以蒙古史是汉人写 是一个很正常的 历史从某个角度上讲 肯定是执逼者的态度 对不对 史记一定是司马迁的态度 你不可能史记是咱们的态度 咱的态度进不去 而且这个电影 我觉得他很聪明的 把这个事给含糊了 含糊了 就比如说他去掉了 当年关于狼图腾的非议 然后他变成一个什么 就说大自然的循环 狼也不要赶尽杀绝 对吧 狼就是狼仔什么得留着 或者是什么 你杀了狼 黄羊就成了灾 他构想出这么一个 生态平衡的一个原理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一位蒙古族作家 还有一个研究蒙古的 就好几个 包括在蒙古插过队的知青 就我不知道 即便你的主题和概念是正确的 但是允许不允许你在讲 讲的这个事上 违背一般人的常识 因为好几个蒙古族的 这几天都在网上讲 我们从小的常识 就蒙古牧民跟狼是天敌 见狼一定要赶尽杀绝 小时候就是 狼就是祸害 是祸害草原的畜生 哪有这一套 你把你自己当成天 所以他是借蒙古的这个东西 讲汉族人的一个浪漫的梦 他最后这个城镇代表的 是一种非常文学 他里边 农耕民族跟文革的这种政治 是两个负面形象 这是很明显的 这两个产生的形象 都是坏的 但是他的正面形象呢 看上去是那个老爷子代表的一个蒙古的文化 因为他讲道理 你虽然说很生硬了 但他至少讲出个道理 就是说狼在这个生态当中 有他必一定的地位 你不能把他赶尽杀绝 有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他的复杂性在 就在电影里边 我们先不讲实际的蒙古族 电影里边讲的这个蒙古文化 他是自相矛盾的 他一方面理性上负于狼一定的地位 把他跟腾戈里联系起来 但同时呢 他们又把他攒尽杀绝 他们把他还给腾戈里 对不对 那么什么时候 什么文化使得他这个 呼啰呼啰还给腾戈里 对他产生批判呢 是无意当中借用了西方现在的 这种环境观念 那就是陈正所代表的 就哪怕是敌人 哪怕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 我也要做一个实验来养他 虽然最后是失败了 所以他养这个小狼的这个过程 据说这个电影真的养一个狼 养一群狼 这个东西呢 是西方文化 或者说我们讲的再一块 是一个现代文化 对于这个故事加进去的一个 浪漫的一个处理 那就接着 接着徐老师的话说 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说 你让陈正去代表 而是强加于陈正脑袋下的一个东西 是强加的 这个强加既不是汉民族强加 也不是蒙古族强加而是单个人强加的 所以他看着不是就是很多就很多人不舒服 就是这个 因为我是知青 我设身土地在想 你作为陈正是做不到的 你这个整个事情 就算你这个人再强再强 你在当时你要养这么一个狼 要做这个所有这些事情 物质上做不到 精神上也做不到 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呢 因为他不做这条 这个电影就没法升华 没法进入现在世界流通的 这个世界概念 这个电影现在能够拿到全世界去放 但是要是像蒙古人这样 见狼就杀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常识的故事 common sense 你明白吗 那这个电影就升华不了 所以呢 一方面我觉得他细节做作 但一方面我也理解他 他为了把这个东西进入全球化的语境 徐老师你说细节做作是指的什么细节做作 就是他养这个小狼 整个是做不到的 这个事情在表我插队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你要做一件事情 所有人周围人都反对 你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 对 那么细节做作呢 我觉得是今天电影的一个典型特征 你比如说他那匹马被赶到狐狸 最后都冻成跟雕塑一样 那就叫细节做作 那个场面不可能 那太做作了 太不舒服了 你如果对艺术真正是投入敏感的人 你看这个画面并不受感动 当然这个性马爷对马受这么灾难 就是他完全都把它变成一个一个雕塑 这个感受并不好 我认为全躺在那 假设有这个情节反而要比这个更好 追的时候蛮好的 你最后这个场面 对就是太戏剧化了 没错了 你叫为什么我们俩都不喜欢 今年这我们本命年 就你刚才发现的很好 好多人就说他这部片子 中国人养年 为什么要在春节上 养年 这冲着我们来 这冲着我们来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待 但我不明白的就是 因为我的鉴赏力很低了 说实话 我也不觉得狼图腾这个小说 在小说这个意义上 是多么成功的小说 电影我也说了 我个人觉得 也不算是最牛的电影 但是为什么狼图腾 历次就引发那么大的争议 从他刚出来起 而且销量非常大 甚至翻译成很多文字 就在法国也引起 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图腾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本身不是中国词 为什么外国人很重视 图腾这个词 在我们古代文献中并没有 这个词是进入中国就一百年 是严富先生翻译的 这个天下的能力者 龙是我们的图腾 但图腾的概念是外来的 概念是外来的 图腾这个词翻译的特别好 所以就是信雅达 图就是个图案 腾是生腾 所以图腾就很让中国人认为 我们古代就有这个词 其实没有这个词 就是我们刚才讲天意的具体化 对 所以具体的 而且图腾比较容易理解 就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 我们自己的图腾就是龙凤 这两个吉祥物 而且图腾可能是植物或者是物 还有可能是动物 也可能是你意造的 你像龙和凤是我们意造的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 不停的演化 最后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两个东西是世界上没有的 而西方人接受中国人 就是靠龙来接受的 是吧 西方人一说 他那个龙跟我们龙有点差距 但他也是龙 你知道他这个当年的这个争论 我发现今天跟年轻人讲 他们都有点恍惚了 他们就不知道 就是当年存在着一种思维方式 现在看起来也挺幼稚 就是跟那个和尚大体同时期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帮人 他梦想出一个东西 比如说海洋文明 大陆文明 他想出这么一个玩意之后 他以为就可以势如破竹 解释所有中华民族 百年鸡肉 甚至千年不振的这个原因 西方为什么赢了 他老想解释 就这个狼图腾本身 也是他企图找到一个狼性 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中华民族就是羊 西方民族就叫什么海洋狼 海洋文明狼 所以他们有狼性 所以我们打人家不过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化 说是这个西方文明 进化到现在已经叫什么复杂的组合名字 叫做文明 什么海洋文明狼 就现代文明狼等等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喜欢异想天开 发明出一个刚举目张的东西 老实说 我认 其实我觉得这个骨子里 有文革思维 或者说 我们曾经有一阵 给这个年轻人们 宣扬的一种思想 就是钢举木杀的思想 就是认为 你只要抓住一个钢 比方说 你只要知道阶级斗争 我告诉你 阶级斗争可以解释你的一切谜团 这种思维方式 实际是有问题的 不是 这个 还可以讲到更远 就他刚才讲严富 这个其实说到底是 因为中国鸦片战争以后 从本来认为 我们是一个天下 天下的中心 变成了世界诸国里边 而且还是个弱国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也好 读书人也好 都在找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为什么 突然就变弱了 所以从那个 那个明治维新 不是明治维新 这个咱们的无需变法 一直到 你想鲁迅核心概念 还是个国民性 所以你刚才讲 为什么这个小说 这么的流行 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契合了八十年代 延续的 就是和尚的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弱 他找出的一个 不是政治原因 因为很多人找政治原因 他找出了 还是我们民族性的原因 所以他这么强 但是你知道 这个作品一旦发表以后 他一畅销 经过很多翻译 葛浩文他们都翻译 然后经过世界市场以后 你就发现他 你知道流行作品 有一个特点 他会根据他的接收对象 而慢慢自己改变 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就是他会根据 他到了海外 他们对于民族性 这个东西不接受 顾冰就说 这是法西斯主义 对 所以 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是环保 是那个 你知道 就是终极关怀 这个就是电影 对小说的再改变 所以说 如果说小说对应的是 我们国家复兴的一个核心主题的话 电影对应着现在世界绿党的 一个终极关怀的主题 好假 所以 所以再一次改编 他一改编 他又一次的红了 对 还有一个流行原因 他在全世界这么多翻译 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流行原因 很简单 就是所有流行的东西 他必须要具备一个特质 是什么呢 在你似懂非懂之间 你彻底懂 你就不新鲜 你一点不懂 你也不关心 狼是大家基本懂的 其实你真懂吗 你不懂 比如上了一个动物学家 说狼有多少根骨头 你当场就傻了 你就说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人对狼是有认知的 对图腾一知半解 他把这俩事往一块一捏 你觉得特好玩 对 你这一看流行歌曲中 很多歌词和名字 都是互不搭尬 你也是听着 半通不通 半白不白的 这还容易流行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难懂 也不流行 特别流畅通俗的 也不行 就等着 就是有这种夹杂着的感觉 狼图腾是个 撒娇的 准备 准备 凯文卡斯奈 凯文卡斯奈 那个奥斯卡最佳影片 就叫与狼共舞 与狼共舞 那个也是 那个狼在里面 因为它描写的是 白人跟印第安人的关系 对 这也是刚才这个要素 就狼你懂 共舞这事你不懂 你也觉得这怎么回事 你跟狗共舞不稀奇 你跟狼共舞 戏剧性非常强 所以 起好一个名字 也是个很好的学生 不单是个名字 它是个敌人 它是我们人类 共同的敌人 但是你怎么样 与敌为友 那个电影是讲 白人跟印第安人的关系 就是说 它这个概念本身 对一般人的认知 这个常情 有个颠覆性 对 咱们认为狼是坏 这文学的说法 叫陌生话 对 咱们说狼子野心 但他一说狼 就是吞格里 这样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所以马爷再聊聊 对刚才徐老师的看法 我是觉得 就是这个主题 环保这个主题 是个全球共有的主题 就是说这些年 越来越加强 因为我们深受 这个环境破坏之害 但是把文化介入进去 尤其对民族文化介入 应该是个非常谨慎的事 这个态度是应该有的 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 而且你轩然大波的对立面 并不是普通的读者 而是有专业知识 或者是有民族身份的读者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种作品 确实应该谨慎 你比如 因为我过去就是做编辑的 我们过去写过 就是我们很早 我在青年文学书 30年前就有很多人 写这种环保小说 写人与动物之间的小说 但是他有一点 你必须要符合动物的习性 我们过去写这种小说 都是不是动物学家写 西方是很严谨 就是你只要敢动笔 你一定对这个习性了解 这个电视中有一个习性 根本不是狼的 你注意看 有一个那狼这么大的时候 装在筐里 他不是把筐咬破了 出来了吗 狼咬不破那个筐 狼有全尺限制 门尺没有 咬不了那个东西 咬不折 他真正咬折 他能把牛骨的咬折 是后曹牙 所以他一开始咬一个洞 那是老鼠干的事 是孽齿类动物干的事 你就不用聊这个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 他主观一言抒情 那不行 你比如说到最后得到的结论 他是这个狼性 他最后升华到什么 就是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就是他的狼性 而且还有刚才徐老师讲的 那个特别有道理 就是他不支持 他在草原上 就当时那个背景和他的身份 根本不支持 他把这个狼能养下来 今天是可能 今天你无病深信 不最近有一个女画家 就养了一个狼 最后把那狼又放回自然 又还出了一本书 我还看了 是吧 今天是支持的 为什么第一 你没有敌人 你想养就养了 你的敌人就是这狼 你能不能伺候他 对吧 那时候有权 所有的牧民 在牧民就那份财产 他可不是说除了羊 还有汽车 他就有羊 什么都没有 你吃了他的羊 就换了他的生物 其实这么说吧 学生 我发现在你们那一代人心目中 有一种就是我们过去老说的 宏大叙事 就谁也谈不上你是历史学家 你是专业的学者 但是好像很多知青 他希望自己能够对历史民族未来有一个把握 但这点上包括除开细节 这点上我也很理解江荣 他也是一直在说 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对 虽然后面制作已经超出了他的制约了 据说小说小说里边那个狼最后是死掉的 可是现在电影里边改成这个狼 背他而去 就像少年派的老虎一样 看到没有 走向自然 好像给狼的延续 添了一些最后的希望 这都是衔接国际主题 不过我岔开局 我还想讲一句 这个腾格里 添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这个里边 这个导演跟这个老头 是不一样的 前面那个导演就让这个老头 说出了很多 很说教的话 就狼是我们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呢 生活当中的这个老头 又像马爷说的 那没办法 牧民非得杀狼啊 这个羊是我的 我的我的生命啊 明以实为天 你看明以实为天 我靠羊 我不是靠狼吃饭 所以这是符合逻辑 所以最后加上去对狼的这种安容 那是反国导演 那是那是那些环球 不跟你说 不是说腾格里 这也有问题 实际上蒙族学者 蒙古族啊 以前信萨马 到后来就信了狼马教 信佛教 根本就跟 腾格里什么的这种 没有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其实我宁愿看到一个 老老实实拍一个故事 不要把你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在里面宣导 但会没有能力 但会没有这么多的 要保护 没有这么多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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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